运球就看Uncle Drew 战术就学Couch Lo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 Fish Lo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 每天都能掌球 这种三分球 真的能封盖吗 开始我都不清楚 伯伴为什么会站在这个位置 独行侠最擅长的发舞奥特阵型 难道说伯伴也能打吗 结果他还真的站在底角 扔进了一记三分 看看独行侠替一不息 还有全场起立的观众反应 你会清楚 这有多么不可思议 但这还没结束 下一个进攻回合 伯伴站在45度三分线位置 接球后毫不犹豫又扔了一记三分 库里的三分球 或许让防守有一丝丝侥幸心理 如果察觉到库里要投三分 跳得快一点 说不定真的有机会 但这名球员 我真的不清楚该如何去封盖 74的巨人 将篮球高高举过头顶的输手方式 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到 如果伯伴没有所谓的体力问题 还能拥有姚明一样 出色的低位进攻和侧应水平 直接扶正伯伴作为球队副攻守算了 还要啥波尔辛基斯啊 但显然 这件事我们想想就好 而这我相信 也是你们和独行侠最大的困扰 独行侠这支球队 让东西齐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2019至2020赛季 仅仅一名二年级新生 带着独行侠轰出了 队史历史第一的进攻效率 但也仅是如此 东西齐可以凭借一己之力 将这支队伍带入总决赛 上赛季 独行侠在季后赛和完全体快艇 拼到了第七场大战 但终究差了那么一次机会 即使击败了快艇 绝世与太阳两座大山 独行侠想要迈过去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不少人在期望 这名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天才少年 可以重现魔术师的神迹 为什么没能突破呢 一切的理由你都可以推在波尔金吉斯身上 那新赛季的东西齐是否能带队再上升一个高度呢 这部影片就让鲁鱼通过这场比赛帮大家分析 新赛季的独行侠究竟处于什么水平 首先不得不提到独行侠的老大 东西齐是否有什么变化 从个人技术角度出发 东西齐还是一如既往的出色 带球过半场后 迅速下沉重心 带着防守一起降速 随后东西齐马上选择加速 利用身体的优势抢到进攻身位 这些动作充满了东西齐的风格 当然还有我们所熟悉的篮下杀伤力 新规则的更改对东西齐没有什么影响 曾经的他使而有故意照犯规的动作 但如今他非常擅长利用庞大的身躯 向内线造杀伤 于是曾经这位买饭少年 变成了让对手不得不用犯规 来阻止他的成熟球员 不得不说 在这方面东西齐真的是玩明白了 偏偏这个胖子运球玩的还特别好 新赛季的东西齐在个人进攻方面 依旧不需要我们担心 但毕竟过了一个赛季 这个欧洲天才总有点变化吧 除了可乐喝多以外 东西齐变得更加成熟了些 他在场上会对新人队友加以指导 比如说新加入的21岁中锋布朗 本场比赛 当东西齐与布朗同时登场时 他更多会选择布朗作为自己的挡拆搭档 当其他队友跑向前场时 东西齐不停的和布朗交流 我们接下来该如何进攻 他会耐心指导 让布朗到这一侧来挡拆顺下 效果很好 挡拆顺下的布朗差一点打成2加1 你不得不感叹东西齐大心脏的一面 这本应发生在训练赛的画面 他却将比赛当成了现场教学 看着爵士这两名防守球员 甚至有点莫名好笑 上赛季全联盟第一的球队 居然被拉过来当成了现场陪练 而这或许会成为东行侠新赛季的主旋律 波神作为五号位 在进攻端其实可以变得很出色 他能投三分 高大的身躯并没有让他的灵活受到很大的限制 虽然瘦弱 但篮板能力还是有的 只不过在这个大换防时代 波神这个点在防守端很容易被针对 独行侠可以将布朗作为球队五号位 与博班交替出场 而波神作为四号位 在防守端可以被藏起来 不让对手点名单打 像这种情况 面对进攻的快攻节奏 波神也可以跟得上保护篮板球 在进攻方面 波神不需要在后场去保护篮板球 他可以快速顺下 找到错位单打的机会 利用身高的优势将球打进 简单来说 让波神更多的出任四号位 可以一定程度减弱波神的防守漏洞 进而扩大他的收益 如果是五号位 很难避免被挡拆点名的局面 但独行侠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究竟能不能成功 你还得看波神的发挥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上赛季季后赛面对快请 波神17次被打 只得到了14分 甚至他在低位 面对都是快挺的小个子球员 即使这样 他也无法将球投进篮筐 你们要清楚 没有KD的勇士 二当家克莱 回合占有率达到了25%以上 而勇士还是一支 没有持球大核心的球队 但波神呢 他的回合占有率仅有15.7% 这个数据什么概念 基本就是一支球队的3D射手 一名年薪拿着3000万的球员 却只是个3D射手 甚至还不如一个射手 无论怎样 没有人能接受这样的局面 所以说独行侠这套阵容 进季后赛问题应该不大 但要想取得比上赛季 更好的成绩 其实还是很难 毕竟季后赛 不仅仅是看球队老大的舞台 独行侠非常需要 一名副攻守站起来 分担东西齐的进攻压力 类似小哈达维这些球员 在季后赛 你只能指望他会高光 几场比赛 帮球队停进下一轮 这活他真的担当不及 最好的例子 就是上赛季的爵士 平时没有米歇尔 那些外线副攻守 随便起技投篮 就把分得了 但遇上季后赛 高强度的换防压力 爵士真正能得分的 只有拖着一条腿 打球的米歇尔 其他人就跟沉默了一样 没有一人能站出来 分担压力 为什么二当家那么重要呢 就像我那部 分析克莱的影片一样 季后赛打到第五场后 教练能打出的牌 基本都打光了 最后拼的就是球形品质 而面对球队老大 防守也会根据前四场的经验 在防守端做出非常强硬的针对 在现在双核心为主的时代 你清齐全队资源 掐灭了库里的火焰 就没人能压得住 克莱的三分羽了 但对独行侠来说 掐灭东西齐 他们就没了 所以说来说去 对独行侠来说 其他角色修员的补充 并没有那么重要 小哈达威 鲍威尔 雷吉 布洛克 这些都是不错的修员 独行侠缺的 一直不是阵容轮换深度 他们非常需要一名 可靠的副攻守 你们看快艇的雷吉 上赛季表现那么出色 在缺少伦纳德的情况下 他们真的拿太阳 一点办法没有 这就是副攻守 和角色球员最大差距 我们甚至可以不负责任的说 如果波神依旧延续 上赛季的状态 这赛季的总冠军 在其他球队健康的情况下 基本是没有独行侠什么事了 现在独行侠能做的 就是波神能重回 纽约尼克的状态 至于把他换走这件事 市场上应该没有人 愿意去吃掉这个状态 波神的合同 这可能真的是 球队二郎家的诅咒 你们会发现 除了克莱 基本其他球队二郎家 受到的不是赞赏 而是指责 拓荒者的CJ 76人的西蒙斯 爵士的戈贝尔 哪怕是冠军球队的米德尔顿 也少不了被指责的下场 我们也不能去指望 东西奇再去付出什么 团队比赛 东西奇可以灌输的能量 就那么多 如果博伴拥有姚明的实力 或许还真没有 波神什么事了 那现在的东西奇 会是怎样的高度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不得不感叹 一个球队的命运 竟然会掌握在 一名二郎家手中 事实证明 篮球比赛 真的少了谁都不行 好了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的 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卢瑜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卢瑜一起掌球